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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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長 本院的同仁 行政院 蘇院長 以及各位部會首長 大家早安 3月13日 黑色星期五 新店發生街頭隨機殺人事件 32歲的被害人 他坐在摩托車上 停在路邊 正在等著接下班的姐姐回家 莫名其妙的 背後被捅了一刀 他倒下了 再也沒醒過 23歲的兇手 是個直播主 只不過是因為戲顧和太太吵架 就叼著煙 提刀上街砍人 而且事後還會說 我從國中開始就有解離性的人格分裂 早就打定主意 要用精神障礙來脫罪 果不其然 在激壓庭中 他的辯護律師就是據此力爭 而且還主張這不是故意殺人 只不過是傷害致死 小燈泡案件發生之後 政府推動了強化社會安全網的計畫 期待啟動社區防治 早期預警 但是這個計畫 充其量 只不過是遼備一格 要人沒人 要錢沒錢 我們看到其他國家在實施社安網的時候 人力絕對是正規的編制 他們處理的機制是有系統化完整性的 但是在台灣 我們只能夠以委託計畫 或者是用臨時的約聘人力來因應 針對有暴力傾向的精神病患 強制住院的權力在誰手上 拒絕吃藥的精湛者 又有誰能夠逼他們正常服藥呢 當然 像心電商人事件這樣的案子 在宣判時 法官都還會想辦法來幫他們找藉口 幫他們拖死 可能會說他們犯後態度良好 有教化可能 人權與安全在正義的天平上不容偏移 這個殺人事件的被害者是家中的獨子 他的父親在後來只能夠對媒體說 太可惡了 我們的刑事司法體系 一向都很重視被告的人權 但是犯罪被害人 和他們家屬的人權 他們權益 他們的痛 不知道在法官和檢察官的心中 比重又是如何 其實 所有的殺人犯罪 真正有資格原諒被害人的 只有 只有 被 能夠原諒兇手的 只有被害人家屬 只有在 凶手誠懇 抱歉之後 取得 取得家屬的 不斷對為王國 庭郡主任 不자가肯出 seamlessly 結果 開預案提災 對這寛起 還可範期 還是要比較 powin的 家屬人相當財 呼吸 多多獨 drone 與外國時侯 負責任 來它 谢谢